雷歐聊世紀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T90的白鷹聯賽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張地圖應該是上坡 上坡最大的特色是這個旁邊周圍 這個實質路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上面圍死的話 圍的範圍可能會有點大 而且還不一定圍的好 漏洞可能會有點擺出 是非常考驗自己的反應力的一張地圖 那資源的部分呢 跟阿拉伯其實差不多三條路 這個三條路跟櫻桃豬 還有一些果子 那其他地方呢 中間有這個魚可以吃 但是都是小魚 並沒有這個大魚可以吃 但是捕魚的成分來說比較少一點點 即使你是玩到日本在這張地圖 可能也很難去中間 去搶奪這些魚群資源 因為畢竟後期 你還是要去撒這個魚網的 那如果你要撒魚網的話 雖然也是可以獲得捕魚的優勢在 但你要去防守這個魚群資源 其實這個防守成本有點過高 所以大部分的選手們 還是會在正常的玩法 3TC 然後開農的狀況下去玩的 比較不會那種 比較不會那種直接去中間開魚群的做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文明 那法蘭克人呢 他的特色是吃果的速度很快 而且有這個192遊俠 而且城堡也很便宜 那法蘭克人的後期組合 都是打這個遊俠火槍疾病為主 那城堡時代時候可以出一點工程器單位 例如奴炮投撤 做個當工兵反制也是可以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蒙古人 那蒙古人最大特色呢 是吃這個野豬喔 還有這個鹿喔 就是吃的速度特別快速的文明喔 哇 他已經快吃完了 哇 我們介紹到這裡鹿已經要吃完了 好 那蒙古人的後期呢 通常都是打一個草原騎兵 或者是大洛馬 還有蒙古圖祭還有工程器 這個鐘頭 還有這個大沖車 作為主力的喔 那其他部分來說 蒙古會比較弱一點點喔 所以不太建議去打其他東西喔 都是打這個肉馬 還有這個草原騎兵 還有蒙古圖祭為主 就可以了 那蒙古人在封建時代 一樣也可以打這個小弓喔 為主 然後後期再轉馬弓會比較適合 因為馬弓在城堡時代初期的成型速度太慢 所以會比較建議一樣 封建打工兵 然後城堡打騎士 或是草原騎兵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有了城堡之後呢 再用自己的城堡 慢慢產出蒙古圖祭喔 這個是比較一個關鍵的單位喔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好 這邊兩邊的石頭 直接護打了起來 後面有隻村民想要來勸架 但是勸架失敗了 勸架失敗 直接拉了一隻野豬 野豬吃一吃 這邊稍微看一下護打 這邊護打感覺法蘭克人會輸 還沒升到封建時代 如果是封建時代的話 會有血量上的優勢喔 會變成54滴血喔 但現在血量這麼慘的話 即使升到封建時代 可能也只會加個幾滴血喔 10滴都不到吧 好 那這邊還是繼續探圖 那蒙古的這個血量肉碼優勢喔 這個是要到清奇病才有的 所以封建時代來說 還是很容易打輸這個法蘭克人的 好 這邊已經開始撒農田喔 這個農田撒的特別早 羊豆還沒吃完喔 就在撒農田 好 這邊果子直接開吃 那最近喔 有看到一些觀眾們的留言喔 就是有在說 這個果子到底要幾個人吃會比較好 那目前喔 我也比較篤定的跟大家說 就是不管是打經濟場或是阿拉伯 就是四個人吃果子就好 為什麼要養成這個習慣 主要是因為配置的問題 你很容易四個人去吃果 或是十個人去吃果 七個人去吃果 導致你木頭太少 黃金太少 或是你的農田太少 之類的問題 導致你後續的經濟會有點 會有點銜接不上來 像這樣子 蒙古這樣的玩法 其實是很危險的 它的配置相當不一定喔 你看 果子吃一吃吃一吃 然後都回去吃吃羊肉 這個配置很奇怪的 這不是我們看到標準的配置喔 好 那這邊法蘭克人拉了三村 想要前壓 這邊是按了槍兵跟刺頭 欸打掉殘血的刺頭 OK 那這邊補下的是 冰工廠跟市集 我原來是要來打紫城啊 這個配置相當特別喔 那紫城很容易被懲罰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法蘭克人要怎麼對付紫城的蒙古 那蒙古這裡沒有挖石頭 會有點危險喔 通常紫城都是要為死喔 不然就是要插箭塔 好 好 那這邊沒有挖石頭插箭塔 那這邊可能 我覺得還是要補下箭塔 比較好 再給挖個石頭喔 之類的 那這邊先下個均勻 待會還是要補下這個射箭場 好 那我覺得他這個做法 其實稍微有點驚險喔 通常要打紫城的話 又沒有維持的情況下 都是會先下個均勻喔 然後再補個 這個射箭場 去做個反擊喔 然後直接出毛兵跟槍兵喔 做防守動作 欸結果這邊插箭塔的是法蘭克人 好 法蘭克人這邊直接插一根箭塔 直接空了三塊金礦 兩個金礦一個石頭 喔 這邊是補馬舊 這個出馬舊是要出這個騎士的關係喔 所以不會下這個射箭場 好 這邊槍兵要繼續按 按了一個棒棒應該是按錯的 好 這裡裡面的村民可能要死村囉 三隻刺頭先靠掉了一隻村民 裡面的村民也是被打到殘血 這邊先收掉了一隻長槍兵 草原騎兵直接按了下來 但現階段來說草原騎兵 哇靠 這個車子被卡到 草原騎兵現在是打不一定長槍兵的喔 所以可能要利用自己的義工的射程喔 去打出優勢啦 盡可能還是要去秀操作 好那第一時間草原騎兵衝出來 是要去打法蘭克家裡嗎 這個集結點射的有點奇妙 好那法蘭克這邊有點貪心喔 並用打一個連環塔 連環塔的意思呢 就是在這個劍塔的射程裡面喔 再蓋下另一座劍塔 如果你前面的劍塔被打的話 可以用兩隻村民去修 去蓋這個劍塔 然後一隻村民住進到電環塔裡面 增加一下劍塔的傷害喔 去阻止對手去採自己劍塔的動作 那如果不是連環塔的情況 就會有點麻煩喔 就是你防守上來說 很容易被對方拉村民喔 直接收掉 好第二根的劍塔 對於連環塔來說 是比較安全一點的 但是威懾力會不足喔 就是對方的壓力會比較小一點 但是好處就是 比較容易守下來 好這邊直接用槍名去戳村民 這邊草原騎兵想要來弄牧區 但牧群進為好了 法蘭克人現在還在封建時代 第一時間村民還是被打到了一隻 這邊稍微戳村一下 好家裡這邊村民還在互打 好這邊劍塔掉了之後 蓋下一棟房子 想要來卡位一下 好這裡更多的單位過來 直接硬扁 先扁長槍兵 長槍兵血量也是掉光 但村民也是很殘血 哇這邊 法蘭克人村民樹掉了四村 不是法蘭克人 蒙古這邊掉了四村 那法蘭克是三村 好這邊可能要拉一些村民過來扁一下 OKOK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哇結果這邊有個洞啊 兩隻草原騎兵裡面 直接來個大屠殺啊 剩下兩隻村民啊 哇這邊看起來草原騎兵第一時間 沒有來救加里斯隊的喔 先去對方燒了喔 這個反應還是相當不錯的 好這邊劍塔掉了之後 草原騎兵看要不要有機會喔 去錯一下村民喔 先把這個長槍兵解決掉 會比較好 好長槍兵過來 收村 劍塔射一下 OK解決掉長槍兵之後 草原騎兵就可以去追村民了 村民趕快把自己圍起來 但這裡後面是不能蓋東西的喔 這裡不能蓋 這裡還可以 哇這麼極限 好那想要用這邊的村民 把自己圍起來 圍起來之後找機會了 再出去就好了 那蒙古這邊也很簡單喔 只要出一個射箭場 出個馬弓 好稍微追著打 也可以 欸結果這邊用異攻射程 抽到裡面的村民了 笑死 哈哈哈哈 兩隻村民直接倒光 草原騎兵OPOP OK那看起來蒙古這裡就不會太虧了 凡凱人這邊還在封建時代喔 有點慘 封建打城堡 那現在蒙古現在有時代上的優勢 他現在有兩個選擇喔 一個是直接開胸 好直接前置投石車開打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直接開弄 好 那就要來看一下蒙古人會怎麼做決定 現在經濟上面慢慢好轉喔 那如果要開城鎮中心的話 可能要開在下方的這個樹木區會比較好 穩定一下木區的部分還有黃金礦 那如果要開農的決定的話 那就要趕快拉一隻村民到前線蓋工程器喔 那最好的話工程器蓋這裡喔 蓋在高地直接開頭城鎮中心 之類的 但這邊會有個問題喔 這邊很多刺頭跟這個軍銀在這裡 其實出工程器很容易被解掉 只要對方的槍兵跟刺頭夠多 還是能打得贏這個草原騎兵的 那連帶這個投石車也會很難守 所以目前看起來喔 這個蒙古最保守打法就是繼續出草原騎兵 然後偷偷開下城鎮中心偷農起來 然後用更多的兵喔 去給對手壓力就可以了 好 那法蘭克人這邊壓力真的非常大喔 出了兩根劍塔 三根劍塔才對 哇 差三根劍塔 經濟直接爆開喔 別人挖死都很傷經濟的 好 這邊草原騎兵可以打下木牆喔 這邊木牆可以打穿進去 但是裡面有廖用塔 這邊還是稍微思考一下 還是決定要來上高地 試探一下高地能不能打到東西 好 家裡看起來沒有什麼太大異樣 好 草原騎兵再次上到了高地 法蘭克這邊點下了輪軸技術 想要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些些 那對於法蘭克現在城堡時代輸的情況下 這邊先點個輪軸有個好處喔 農田的採集效率會更好 甚至城堡時代會更快輸一點點喔 那之前我們的影片有講過這個NASH均衡喔 如果你以平常開農的正常情況來說 大概27、28匹左右到32匹之間喔 大概這五存之間內喔 點下這個輪軸技術喔 是你的經濟最大效益化的 那如果是3TC開農喔 然後手推車什麼時候該點喔 大概是在70村左右 至80村這個中間喔 去點會好 但是如果你在中間有喊打架啊 或是邊打邊農的情況下 手推車跟輪軸的這個 這個點的時間點喔 就會很不一定喔 那以這個經濟最大化來說的話 就是30村點輪軸 那70村點這個手推車 至80村點會比較好一點 那這個是簡單技的方法 當然還有更詳細的一個做法 我們就不細談 有機會我們再來繼續來講喔 好那這邊看到手推車 這邊還在補了第二根箭塔 這邊看到這麼多草原騎兵 他自己有點擔心喔 這個槍兵有點扛不太住 出了13隻的槍兵喔 非常的多 後面補了一個兵工場 準備要來升城堡了 好那蒙古屋確實也來前瞎了喔 但這個前瞎卻選的是這個奴炮 這個有點怪怪的啊 選奴炮我覺得不太OK啊 那為什麼不出頭車喔 主要是因為 廖汪塔收村的話 對於攻擊頭石車傷害是很高的 如果要對付一個箭塔裡面 有收村對射的情況下 三台頭石車來說會比較好反制喔 才有可能反制成功 不然一般情況下不太可能打得硬 好 草原騎兵直接上去戳掉了挖死的村民 後面有非常多的長槍兵 想要補過來做防守動作 但還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後方之後也是繼續給蒙古壓力 蒙古壓力也是按了幾隻槍兵再加一手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好 這個奴炮被稍微射到了一下 兩台奴炮走到了這邊的高地 這邊是想要來阻止對手自己去打 瞭望塔 想要用這個奴炮去打這個長槍兵 然後自己用草原騎兵去拆掉塔的動作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是沒有太大的壓力的 對手還是很輕鬆可以守住的 好 不如用投石車喔 直接開閘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個奴炮出了意義感情不太大 對手只要龜縮一下喔 守在成人中心附近喔 其實還是很安全的 好 投石車依舊沒有暗 三台奴炮打到殘血 這場打得很極限喔 這裡刺頭上前靠了兩隻村民 最後被兩隻長槍兵給解掉 這個房子也是慢慢戳 城堡時代快要好了 這邊能看到法蘭克人城堡時代打出逆轉嗎 有沒有再補一個馬舊 有 雙馬舊 雙馬舊 雙馬舊趕快出騎士了 這個肯定是要出騎士了 那長槍兵也可以升級一下 重裝長槍兵 因為現在這個槍兵數量夠多 三個重裝長槍兵絕對是不虧的 好 這裡可能要再拉個一兩村去挖石頭 待會還要開下自己的城鎮中心 但法蘭克人看到蒙古人出這麼多草原奇兵 應該心裡有數喔 對方應該是沒有開農 經濟並沒有拉開太多 而且蒙古這裡連二級木 輪走技術都沒有點 法蘭克人這邊則是直接農下了二級農 直接經濟開農 應該是要先出兵防守 並沒有想要主動出擊 那我覺得現在還是可以出兩隻騎士 到對方家裡騷擾 大家可能意識到家裡可能快要苟不住了 除非這邊點下重裝長槍兵開始防守 那才有機會 好 兩隻騎士後面直接砍掉奴炮 這邊解得非常漂亮 騎士一出來之後 草原奇兵就沒辦法當成主力了 只能做一個拉打動作 盡可能去削減法蘭克的騎士 好 那這裡有免費的20%血量加成 騎士活了下來 剩下一滴血 趕快拉回去 好 這邊做個拉打之後 還是解掉了這邊的長槍兵的數量 雖然這裡的草原奇兵只剩下五隻 看起來蒙古這邊的一個策略 要趕快轉農會比較好 再繼續打下去 會對蒙古來說越來越虧 哇 這邊偷吃野味還被騎士抓到 好 那個騎士看起來是完蛋了 欸 先打殘血了 對 殘血的拉回去有機會喔 來不及 OK 成人中心終於補下了 但是往前補喔 這麼大膽 四五號我就想要補側面了 好 那反安克人果然拉兩隻騎士 想到蒙古後面偷家一下 那草原奇兵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出騎士去運扛 可能會好一些些 然後找個機會補下這個成人中心 那待會中期喔 騎士數量夠多的時候 再開始挖石頭 再去打連環寶 去查這個對方成人中心的城堡 會比較好一些 好 這邊長槍兵直接被解掉 兩隻騎士斷了蒙古的黃金 讓蒙古這邊稍微收穿一下 損上一下禁忌 這邊長槍兵依舊在追 這邊我覺得法蘭克人可以找機會喔 點一下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好 這裡直接砍掉招牆的勝率 法蘭克人這邊應對還是不錯的 蒙古人喔 是不太行喔 從頭到尾打這個草原奇兵的喔 就是他雖然可以出喔 但是不能作為主力喔 後面還是需要他的馬功跟工程器喔 才能打出更大的傷害來 好 草原奇兵繼續擋 好 法蘭克頂下二級伐木 經濟直接開農起來 城城中心可以考慮開下左邊這個位置喔 先拱住一下木去喔 不然就是開這個位置也可以 現在就要來看喔 法蘭克人到底要把城城中心卡在哪 好 這邊看到草原奇兵血量都拉回去給生女補血 好 這邊看到草原奇兵血量都拉回去給生女補血 那目前就反而會不會知道對方是3TC開農 而且有出生女 那這邊出來的騎士喔 可以直接一點都試在這個地方 先拆除掉這個工程器會比較好 好 這邊看到騎士再度進來 四隻騎士 現在有點一攻的關係 打村民只要四刀就可以死一隻 所以四隻騎士打村民很快 一人一刀就可以解決了 好 上面沒有任何的城鎮中心 也沒有伐木工 全部都歸宿在這個位置 好 左邊的城鎮中心 好 伐木 好 這時候蒙古重點下了輪軸技術 好 不好意思喔 剛剛忘記 剛剛講錯一個東西喔 這個法蘭克的二級農 不是他點的啊 他是免費就有的 我想到他怎麼那麼快就有了 我突然忘記他是法蘭克 好 這邊來看一下右邊蒙古 招翔 找不到 這邊草原騎兵數量還是很多 12隻 一隻都有78滴血 還沒點品種 蒙古這邊可能要趕快補下品種會比較好 有品種跟惡攻的話 打對方騎士喔 才會有威懾力喔 好 那 蒙古人家裡喔 自己用僧侶在防守 其實有點防不太住的感覺 還是被砍掉非常多的村民 現在村民差距 法蘭克的弱獲七村而已 還並不算太多 而且惡農惡木輪軸技術都有了 蒙古這邊3TC開農起來 草原騎兵數量先不要送掉 趕快去補下惡攻喔 會比較好一點 哇 這邊騎士被貼著打 死傷慘重 這裡有窄口 要不要賭下窄口 沒有 沒有打算賭窄口 打算用城市中心做一個防守 但這邊硬扛騎士能打得贏喔 這裡 草原騎兵損失慘重 雖然法蘭克沒有二防的關係 也是死了一大堆 哇 法蘭克這邊好像有點小虧喔 看起來草原騎兵有點賺喔 被這個城市中心射了一波 好 這邊蒙古中心補下惡攻了 確實這邊應該補下攻擊力而不是防禦力 好 這邊招下 被招德騎士要回來了嗎 有機會喔 再下 哎呀 直接滴掉了 不給招 好 兩邊開始有點制衡了 法蘭克這邊村一處現在已經反超 66村對上61村 兩邊都是3TC開農 但是法蘭克這邊經濟顧得再更好一些 哎 現在分數已經領先了回去 好 來看一下草原騎兵這邊會繼續打 我覺得繼續打是蠻有風險的 那以前的一些高端影片喔 都會發現喔 蒙古人喔 雖然有這個駱駝 但是其實他們 高端頂尖玩家喔 他們不會去打這個駱駝的 數據是蠻多的喔 那遊戲喔 看到法蘭克人喔 蒙古人則是會直接打這個重裝長槍兵喔 就蠻特別的喔 就是有些頂尖玩家們喔 他們會選擇出蒙古圖技 配重裝長槍兵 那這個組合好處就是 正面扛得住之外喔 蒙古圖技也有一定的威懾力喔 這個數量還是可以農得起來 黃金投資量喔 不會全部投資在路頭上 讓自己更快可以成型喔 這是一個出重裝長槍兵防守的一個好處喔 所以就要看一下蒙古這裡有沒有靈性喔 遇到法蘭克人 出點重裝長槍兵 家裡防守 改下城堡 除蒙古圖技 作為主力喔 會比較好一點喔 因為畢竟蒙古圖技的升級來說 是相當吃資源的 那如果一直出駱駝的話 其實就會蠻難讓自己的 蒙古圖技喔 可以大量生產 左邊這邊要圍一下 蓋個方子 蓋個方子 有看到嗎 哇沒看到 直接殺進來 這邊先砍個一波 村民 哇損失慘重 這個城堡還蓋不起來 蒙古人村民降致只能在63村 87村對90 62村 後面四隻勝率遭響了一波 草原騎兵數量不太夠 已經有惡共的關係 所以騎士被打還是很痛 這一波交換看起來 法蘭克人 這一波是大賺喔 雖然看起來軍力上是輸了喔 是沒錯 但是至少經濟上有打出差距來了 好 蒙古終於意識到他的問題了 沒有點品種 好 這邊騎士再送一波 有點下垂角 草原騎兵的數量堆疊 開始打出一點傷害 好 這棟城堡終於要蓋起來 好 這個騎士要退 騎士要退 哇 這個數量一直被換掉 但法蘭克人這邊很激進喔 趕快點下了重裝長槍兵 槍兵趕快按 補一下軍營吧 3軍營可以 這個現在損失自己的所有軍事單位之後 先補一下垃圾兵喔 是明智的選擇 變數量少的騎士很容易被對方招搶走 很容易被持續壓制住 但長槍兵被招走的話其實沒那麼傷 而且還可以有效反擊對方的草原騎兵喔 騎士數量當然還是要繼續出啦 但是 重裝長槍兵又開始搭爆兵才行 草原騎兵 看到重裝長槍兵 這裡該怎麼打呢 這邊直接招了 兩隻 重裝長槍兵 只招了一隻才對 騎士直接上前補了過來 這邊收村 老頭也趕快躲進去 草原騎兵直接送了一波 騎士反打回去 這邊草原騎兵有點自暴自棄喔 開始多線騷擾 我覺得這一波騷擾應該是做不到任何效果的 好 兩隻騎士又抓到了 這邊反應都很快喔 其實反應這麼快的情況下 通常只會死個一兩村喔 都還能接受 如果是我的話可能這四村很多美了 就不會看到了 這個真的是打這樣地圖喔 反應真的是要很快 好 蒙古這時候點下地龍時代 然後這邊城堡繼續往前推進 這個法蘭克有點龍過頭啦 到處控金喔 這跟城堡絕對不能被蓋起來喔 這個被蓋起來 法蘭克可能就沒了 好 上方草原騎兵繼續 保存數量 哇 這邊城堡蓋不起來 70% 蒙古這邊村民數降到只剩下81村 反應可能現在村民優勢115村 大約贏了快30村左右的經濟量 但這邊騷擾一直有在做 所以還算是 沒有到非常絕望的地步 而且現在時代還有上優勢喔 但這跟城堡沒有建起來有點可惜喔 因為這個可以成為蒙古的 進攻的 這個中繼戰 城堡沒建立起來 確實有點傷 這跟城堡裡面有在採嗎 有 蒙古突擊開始按了 那城堡前壓不成 決定在上方要來控毒蓋城堡 結果上方又遇到法蘭克騎士大隊 完蛋了 這邊還能繼續打嗎 這邊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 50%村民再度被抓包 好傷阿 蒙古這邊村民依舊突破不了90村大關 還在79村 哇 蒙古這邊太難受了 村民差距來到了約40村左右 更多村民直接無處可逃 騎士弄爆了 後方城堡要繼續蓋的話 還有兩隻騎士在助手 這邊也不能來 趕快拉單位過來回救 這裡一定要回救了 哇這裡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跑 往左拉 要硬蓋城堡嗎 但是草原騎兵家蒙古突擊 現在現階段是有點打不太贏的 哇 哇絕望 GG 蒙古突擊直接被砍爛 這邊大量草原騎兵也是被打爆 地上都是蒙古的村民的屍體 法蘭克的騎士直接無腦碾壓 二級攻擊補下 這邊稍微拉打一下會比較好 直接再分一個隊 去下方這邊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好 這邊直接做一個包獎嗎 直接包本隊 直接武士本隊嗎 喔還是要包一下 OK這邊19隻騎士給的壓力太大了 法蘭克這邊地龍時代可能會勸對蒙古人 蒙古這邊打得有點絕望啦 這個村民差距太多了 差距50村 左邊這棟城堡依舊蓋不起來 這個真的是逆轉致命點喔 這裡要是法蘭克沒有往上探的話 真的是有機會讓蒙古可以勾起來 看起來是沒機會啦 法蘭克這邊二防一點好了 地龍時代好1分半 蒙古直接達出了GG 法蘭克人在這場對9 這個是著實打得很漂亮 蒙古人最大的問題喔 應該是城堡時代第一時間喔 沒有趕快到前線喔 蓋托子車喔 給對方壓力喔 修箭塔的壓力之外 給對方承認中心喔 不能正常弄喔 因為法蘭克人這邊只要一段肉 不要說全段喔 斷一半的肉 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致命傷喔 這邊蓋個工程器造所 直接開頭 頭抱這根箭塔然後繼續往前投 讓他沒辦法一直穩定的弄 就可以拖到他的經濟喔 然後後面喔後續 你可能兩台頭子車或三台頭子車 可以穩定頭抱對方箭塔之後 開始轉農喔 然後轉出一些長槍兵啊 或駱駝 反之都可以的喔 其實沒有必要 這樣子一直出個什麼奴炮啊 或是少人騎兵在那邊 嚕嚕小小 不正面開打喔 這其實對蒙古來說 在前期的一個支撤退來說 是一個致命傷喔 你要嘛就凶到底 要嘛就開農嘛 對不對 兩個選項而已 好來看一下經濟喔 經濟的狀況是 法蘭克人這邊是拿下了所有的資源勝利喔 但是都大約少輸了一點點 只輸了100而已 那整體看起來 法蘭克的經濟是顧得比較好一點點的 因為輪走技術很早就補下了23分鐘 這個差了大概12分鐘的這個距離喔 這個輪走技術是很有感的 看這個資源量就知道輪走技術是很重要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